品牌的打造 其实我觉得这是 这几年才开始有的 那就以我们公司为例好了 早期我们公司71年了 早期其实我们的产业是制造业 现在我们是服务业 那这个是因为大环境的改变 那我觉得品牌这一块 是整个大环境 现在要survive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 那如果你没有它的话 可能你就会 没有办法跟你的客人 和你的厂商 就是跟一般的人去做一个沟通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可是它不会是唯一的element 它会是你整个 你整个企业在生存上面 你的产品要好 你的服务要好 以前最早是产品好就好了 后来是产品好还要服务好 现在是那个image要好 所以你就像你出门 你需要穿着衣服 我要打扮这些 那它会不会是 因为你穿了这个衣服 你就会变成不同样的人 它不是 它只是你要穿你 就是 就有点像你穿衣服 你去打球的话 你要穿球衣 你要去宴会的话 你要穿宴会的衣服 所以在不同的场合 你要有不同的package 那品牌在打造的时候 它就是帮你的这个企业 穿一件适合你的衣服 然后让你的品牌可以 就是你是球员 你要看起来是非常athletic 那你是演员 你就要很漂亮 或者是 就是你扮演的角色会比较明显会突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需要survive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element 对 以我们公司来讲好了 因为我们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公司 所以那品牌其实我觉得不是找一个公安公司 或者是一个品牌的顾问来 然后帮你去弄一弄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要跟你 就是内外需要结合啦 当你品牌最终的目的 你是需要消费者 还有外面的人了解你是谁 可是你的品牌定义 在你内部 一定要有这个共识 如果我自己认为 我是一个15岁的孩子 那可是我就不是一个15岁的孩子 我到哪里 我不可能有这样子的image 所以内外是一定要 就是当这个顾问公司 帮你做这个品牌的塑造的时候 你回来你需要 你所有公司内部的人员 一样有这个buy in 那你如果内部可以buy in 你在推动的时候 你才有力量 因为大家要走同一个方向 要不然的话你会有阻力 或者是我们要往北边走 那可是你的员工认为你是在东边 然后你的厂商认为你是西边 然后你的客户认为你是在南边 那你就不会有进步的 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个progress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中间的挑战 是让大家的意见 和大家的perspective是同样的 然后跟品牌顾问 然后跟我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些 不管是主管或者是新进的员工 然后跟我们既有的客户和厂商 这个中间要insync 以我们比较有历史的公司 是最困难的一个 因为在历史的过程 你有很多的演变 所以以前在70年前认识我们的公司的一些客人 他有一些既有的一些形象的一些perspective 然后那时候的员工 他认为公司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二三十年前的员工和客人 他又觉得你是这个样子的 就像小时候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进人小学的时候是很调皮的啊什么的 然后你上大学的时候 你那时候就比较会念书 或者是你在刚创业的时候 你是很鸡婆的 可是人会变 公司也会变 不管他是产品 他的strategy 他一定会演变的 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他认识你的那个image 让他调整成你现在要有的 和你以后要move forward的这个 要把它变成一致化 这个以我们公司来讲是最大的挑战 对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有背负到 那很多人认为作为品牌 可能就是把CI设计一下 变成很炫 然后很漂亮什么的 或者是有人觉得要很好的广告 或者有些人觉得social media 把它经营好就可以了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360度 很完整的一个东西 那他其实是需要专业的人 有他的一个know how 因为我们公司的员工 不管是任何人的角色 比如说我们的expertise 是在做面包做蛋糕 那我们内部行销的 他是替我们公司 比如说他是做网站的 或者我们的会计 我们的业务 或者我们门市的人员 他们都有他们的area expertise 我们可以内部去讲一讲 把这个好像是品牌可以做出来 可是我们就一定不会做到位 因为就像很多人说 我在家里面也有做面包 你当然可以做出来 可是你跟专业做的 他是有一点距离的 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品牌的计划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计划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随便找个广告室 来做一做就好了 可是这个品牌计划 我们公司从零到有 这个中介的过程 其实我们不光是最后的结果 对我们公司是有益的 可是这整个过程 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过去 更了解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地方 还有我们未来 我们的vision和我们的一个strategy 要往前走是在哪里 然后用整个品牌的这个计划 把它包装起来 然后让大家更有共识 然后做起事来说 那个目标更清楚 是我们参加这个最大的收获 对